我们永远记住 时时刻刻记住 一切法从心向善 心向心念头 我们的念头善 一切境界没有一样不善 都是善的 我们的念头不善 没有一样是善 我们要像头一个像自身 这都是佛说的 像有心神 我们的像像菩萨一样 金刚不坏神 永远没有烦恼 没有妄念 那就是菩萨这样啊 只要把那个念头洗掉就好了 妄念 不善的念头通通洗掉 完全存那个善念 身心健康 不病不生 有同学从网络上下载的新闻告诉我 拿来给我看 在印度最近发现了一种病毒 传染病 已经传到欧洲了 听说香港有一个例子 有一个病例 那么这种传染病 预测可能会传遍全世界 没有任何抗生素 能够有效的防止 换句话 没有药可治 得到这个病 大概三四个小时 就走了 这么快 那这个很好吧 这个信息去年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发表了 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新闻 可是我们也有信息 告诉我们 可以 不会受感染 什么样的人呢 心态好的人 念佛的人 吃素的人 心地善良的人 不会受感染 我们能相信吗 能 这佛经上也讲得道理吗 邪不胜症 那个病毒是邪 是邪物的 你心症 它不会侵犯你 那现在医学上 免疫的能力 这个免疫能力是什么呢 心地清净 善良 素食 不杀生 不给这些众生 结缘处 但是病毒是来报仇的 实在念佛的真念佛 真说佛才行 搞假的不行 搞假的时候 这病毒的时候 还会感染你 如果你真正是修佛的人 心地善良 像我们念佛的事 念念就是阿弥陀佛 除了阿弥陀佛之外 没有第二个念头 这样的人 这个病毒不会感染你了 感谢您的病毒